我们看一下机车这一题 那这一题是一个折子问题 那还有跟角度的关系 那一开始我们先知道 B1等于2A1 那这里是一个矩形 这90度 那这一段是它的两倍 就跟我们说这是一个 30 60 90的三角形 好那现在呢 它把它折过去 折过去当然就是说 这两个角一样 所以这边大的是60度 但题目又说小的是15 好所以这里是15度 那这边是45 好那接下来 我们想要去求这个角 其实求这个角就等于是 求这个角 好那接着呢 我们想要 我们假设这个叫X好了 这个叫做X 因为它折过来 所以表示这一段也是X 那小的这一段就是 X再减掉15度 好那我们现在要算的就是 这里构成一个平角 所以这边的角度等于是什么 60加上60 再加上X减15 再加上X 要等于这个120度 好所以这边 2X要等于那个 2X减15要等于60 2X等于75 所以X就等于37.5度 好所以答案就是选项D 所以这边要善用这个对着 因为对着有时候 它角度很多会很不好处理 然后再善用一些平行线的关系 掌握到1比2 就是1比2比更好3 就是30、60、90三角形 重合很多概念 才能够解决这一题 太极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